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素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澄澄 XBOX ONE系列新機種XBOX ONE S上市囉 這次台灣微軟在11月25日推出了新的機型 有沒有看到這雪白無暇的機身就跟我一樣粉粉嫩嫩 我們趕快一起來聞香一下吧 這銅捆包之中有著重要的主機本體一台 手把一個HDMI線跟電源線 咦,玩家們有沒有注意到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超大的電源供應線已經不見了喔 沒有錯,更簡潔的XBOX終於推出了 有別於以往的黑色,改成時尚的純白 那澄澄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白色這個顏色喔 這次新型主機XBOX ONE S將造型全面翻新 據說體積比舊主機少了40%喔 主機正面踩霧面的設計 不用擔心會沾到指紋 後面各種端子孔呢也是排列整齊 防呆做得非常徹底 就連女生也可以輕鬆組好喔 你說是不是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這個新手把的設計吧 剛好我手邊有個舊手把 讓我們來比較看看有什麼不同 看不出來對不對 靠近一點看 再靠近一點 喔原來就是這個3.5的耳麥孔 人家蘋果就是不愛這個洞 而微軟就是要加個洞 幹得好 有洞60分 XBOX ONE S除了體積縮小之外 本機也支援了4K解析度 及UHDVD藍光光碟 與支援HDR高動態影像格式輸出 能玩遊戲 能高品質輸出 可以說是一台CP值非常高的主機喔 XBOX ONE S目前已經正式推出 美觀功能兼具 更簡潔也更時尚囉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入手考慮看看吧 我是晨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